這幾年經常聽到柯膠的新聞 所以叫你們來一齊看看我們平日吃柯膠有沒有什麼分別 中醫說吃好的 即是中醫介紹你吃這個嗎 對 生完BB吃得最好 包裝很漂亮 好,我們嘗嘗這個柯膠的脆硬度 嘗嘗我自己那一隻 自己拍自己那一隻 保定大家拍 你試一下你的 嘩,你為什麼這麼大力 脆的,OK 這個是北京同仁糖的 拍不斷 到這個,黃太那一隻福正牌 嘩,這個更容易 嘩,一隻隻都碎了 OK 拍得上一點,認得到 最好是這個 最好是這個 嗯 先去一支厚的東西 這個 北京同仁糖拍碎了之後 仍然是很雅式 嗯 還有說 要烏黑要亮 我想它不行 嗯 OK,這個山刀我這隻 反而有一點點亮亮的 比起福字牌 這隻福字牌是很亮的 嗯 這隻如果相對不同 這隻也挺亮的 是啊 它拍了出來 斷了一點 斷了一點 斷了都亮的 你也是 我告訴我 很像 不用一千元而已 不用的 一千元留下的 哇 這樣我們這個很貴 你這個 好像一千五五還是一千六 是 這樣就完成了 好 完成了 黃太這個方法 真的不錯 嗯 15分鐘 沸騰水 我看就是 粉粵 五色 五色 黃太五色 黑鰹 結石 五色 黃太五色 黃太五色 黃太一色 黃太一色 黃太五色 黃太當 黃太一色 黃太五色 好了 煮好了 我們先嘗試聞一下 它真的不溶的 你看 很多人害怕 不知道是否其他藥材 還是質量不一般 這個也有其他藥材 也一樣用得這麼好 對 這個沒有什麼味道 我這隻福綠獸的味道很膠 你們問一下 很可怕 這個味道很奇怪 但我也不知道如何形容 可以的 這是我吃的福正牌 這個味道很好… 很好聞一下 這個味道挺甘香 我們嘗試一下 福字 福字 味道很濃 味道很濃 甜甜的味道 空間 這個也很容易濃 有一點梅香 可以接受的了 像我平常吃的味道 甜甜甜的味道 好像… 可能是冰糖味 來吧… 來吧… 這個… 試一下 這個… 福醫師叫你試那個 對呀… 可以大廁間試一下 試清楚 中醫師建議我吃的 這個不錯 挺好 不用那個嗎 這個是同仁堂的 德京同仁堂的 綠壽這個 更難吃 苦的 這個超級不行 好難吃 這四隻哪一隻最好呢 我先試A 這兩隻最ok的了 嗯 今天我們試了這四隻牌子 我覺得龍錶和福正牌的外觀 和味道都是比較好些 的 那這兩款 福正和龍錶呢 我就主要覺得它 比較有光澤 和質地是硬 和… 而他們打斷了的斷面呢 那… 因為福正牌和龍錶 都是比較平滑 和… 都亮亮的 很亮身的 那個斷面 那… 我都覺得好些的 那… 而氣味方面 大家都試過啦 那… 那… 都是龍錶和福正 都沒有什麼腥臭味 那… 那… 和它溶化度都幾好 就是我大概煮了 蒸了10分鐘 就全部自動溶完 不用攪拌 那… 而口感方面呢 那… 我們剛才試過很清晰 那… 那… A和B呢 即是這個福綠壽 和北京同仁堂 那兩種都比較難頂少少的 那… 我都選C和D 嗯… 就… 味道方面好些 那… 但是龍錶… D龍錶呢 我就覺得冰糖味 啊… 重少少 就個人喜好 對啦 福正呢 就… 沒有什麼冰糖味 還有龍錶和福正兩隻都… 是… 大家吃完覺不覺 有些黏著嘴順的 就是… 好像… 很黏的樣子 立刻想去抹嘴 那… 那… 如果說回外觀來講 那… 北京同仁堂和福綠壽牌呢 它… 即是就這樣看 你不用蒸煮 不用烤 你覺得它… 表面都是比較暗的 那… 那… 特別是福綠壽牌呢 你就這樣拿起來聞 已經覺得很塑膠味 不用煮的了 那… 同仁堂可能加了些藥材 不知道是否 那就… 比較… 都聞不到有些什麼塑膠味 就… 本身… 可能… 加藥材 還是有雜質呢 是… 很久都不用的 煮了20分鐘它都不用的 那… 可以看到… 即是… 其實哪隻漂亮不漂亮 立刻分到啦 我以後其實… 說真的不會買福綠壽牌 這兩隻就OK的了 這個價錢這麼貴 這兩個味道其實差不多 其實這個值得吃 差不多 你看看顏色都差不多 對 兩隻都有一點點甘香味 對 所以它們… 對 我覺得… 你介紹這個不錯 是… 對 那… 價錢又相異 對 這個OK的 OK 那我下次也試試買這個福綠牌吧 是的 好 我們在這裡 顏色的 大家想? 可以進去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